那个我五月份结婚你一定要来啊 真的啊 对啊 就是那个婚车嘛 那个 婚车是吧 哎呀交给我 我待会下去拍给你啊 你随便选 你看着选就好了 拜拜 完了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这个刘宇结婚 如果我拿地狱猫给他当婚车 这个谁开呢 这八百匹的后续车不是谁都能开的 这个要是说不好听 这个载着伴娘团 这个咔掉沟里了 我我我真的不是新名车啊 我我新人家姑娘 那如果我开 我就得当婚车司机 就得早上四点钟爬起来 跟他去接亲 所以这个借啥都不能借地狱猫给他 哎浩哥 你上次给我设计的那个贴膜 啊要绿色的 我现在就过来贴 有人 就这么贴 有多绿贴有多绿 来水长看一下 这个赛车率够不够绿 哇 够绿够绿 我觉得叫原谅率都可以了 那开工 开工 下面是原来的涂装 上面是新设计的涂装 你们觉得哪个帅 贴一台绿猫是一个怎样的体验 哎 电话 啊你就送来突英汽车贴膜 这里就好了 我没在公司 但因为之前是复刻国外的案例 我更希望能有自己的原创元素在里面 就是这样的吗 这样这样 新的颜色我选的叫赛车绿 并且在车上融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基盖上有个五一 是我儿子的生日 门边上有个JY的logo 是我儿子的名字 也是我车库的logo 先贴在底下的是因为 他们会以暗闻浮雕的形式展现出来 不张扬但又有个性 基盖我选的是一种金属质感的黑色 直接延伸到车顶和后尾箱盖上 形成一种类似双拼的效果 看起来很战斗 这也是原厂能选装的风格 但那盒我车没有 那就只能用贴膜来实现了 最后再贴上他们设计的腰线来点缀一下 一台绿色的大猫就完工了 你们觉得有没有比原来更好看呢 一台绿色好催案啊 大刚哥说你有新的生命要诞生 我跟嫂子说了 到时候你开车啊 就这样啊 等你哦 拜拜